你说现实中 如果可以像奇异博士一样 有掌控时间的魔力 可以将时间停顿 快转、逆转 那多好呢? 谁人都知道 香港疫情失控 近期每天确诊中数 几万宗几万宗地上升 网络上这期最热的四字词 叫如虎添逆 望民生意了是吗? 香港现在 肌抗不了逆 逆找不到食 市民每天过着 增相体线的生活 不是事业线、姻缘线 而是一线天堂、一线地狱 即是什么? 自我检测啊 在以前 凡事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但现在 检测见一线 才可若相见 若果你不幸 检测多一线 哼 有排不用见了 出现一条线 代表还有得出外上班 去超市买东西 晚六前去食店堂食 相对来说 勉强都还可以叫做 在天堂生活的 但如果再出现多一条线呢? 代表你阳性 你的生活 即刻跌入地狱 事关按照港府最新公布 快测中招等于确诊 即使不用送远 就算不用被的去隔离营 你都要三步不出闺门 要留在家居安抗疫 同亲友也有排不用见 不知商会再何时 你说是不是一线天堂 一线地狱先? 这个苦年 市民愁眉苦面 亦来顺秀 有网民就报料了 以家百业萧条 商户停业 有餐厅在原本用来放餐单的告示板上 转贴大字报 抗疫招数见底 餐厅最多是急位 舍到入狱没了 何时有得见孙仔? 真的可以说是一字一类 大家有眼见 港官抗疫根本就是 Every morning eat a banana 朝朝日朝 直到连网民都忍不住要骂爆 未打针就跟你说可以预防 中了就跟你说可以减轻重症 重症就跟你说可以减低死亡率 死了就跟你说应该打齐三针 三针都死就说本身有长期病患 无病无痛打齐三针都死 就说我们是不评论个别事件 网民这么说也只是事实的客观陈述 并没有加嫌加怒 头五句已经发生了 尾两句的推论 你以为高官专家是否说不出口呢? 何某专家说 对不起了 物敬天责 你是要过身 到头来指的 竟然是另一种的听天由命 香港已经出现了三针染疫死亡个案 还要针后不够一百八十日天 相反 有一家四口没有打针齐齐染疫 竟然这十多天就出院 一家人齐齐整整过农历年 比着是负责任的港官专家 一定会认真审视这两批个案 从中找出真正帮到市民 甚至不是开玩笑 说不定能够发现到 令全人类走出疫境的蛛丝马迹 谁知有人只满足月代几十万人工 甘心做个蓝牙喇叭 总之药厂给什么就毒什么的生活 喂!真的对得转纳税人吗? 香港人之所以要受着戴口罩的局促 难抵和亲友不相见的伤私 以及疫苗开打以来 超过七千宗的怀疑针后异常事故 不是没有原因的 香港人一忍再忍 和港官施政愚蠢 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 如果可以时光倒流 可以回到1月21日 即是东盟视频 香港人肯批港官风流禁足又流灵 厌烦懒做等云到的那一日 港官决策会不会做好些 不再如此如虎添翼 就要视乎一堆禁人肺虎排小喇叭 除了做全声筒 还懂得做些什么 不再低筋人肯批fia %&%L $&%$%&%&%$%&%&%$&%% 好棒